甄嬛传中皇后为什么会说甄嬛不爱皇上 皇后又是从什么时候察觉到甄嬛回宫只为夺权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皇后试探甄嬛那些事 为了进一步试探甄嬛是不是不要爱情只要事业 皇后在庆祝甄嬛生子生官的应会上 举杯导送了一首诗 郎情似酒热 妾亦如丝柔 酒热有时冷 丝柔无断绝 当初皇上已经把甄嬛伤得透透的了 甄嬛也恨皇上恨到直接说国丧这种话了 这会儿为什么会回宫还给他生孩子呢 皇后实在不理解 却还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直接把皇上安排到了靖妃的贤府宫 此时的甄嬛已经把重点放在搞事业上了 第二点 鸟妃冰上作物之前 一众宫女手捧红眉进入滑雪场开始表演 皇上望着那一捧捧红眉入了神 回想着她和甄嬛在乙梅园相遇的情景 虽然上还念起了当初甄嬛在乙梅园祈福念的诗 甄嬛没想到皇上还记得这么清楚 忍不住复合与皇上一起回忆当年的相遇 结果皇后硬声声插了一嘴 皇上瞬间拉了脸 我想的明明是缓缓你说纯缘干啥 不说点什么显得我无情 说了吧又得惹起缓缓的伤心事 这真是皇上一脸不高兴不向礼皇后 不料甄嬛礼了礼停在半道的笑容 一脸老娘不在乎的模样淡淡的说道 想不到纯缘皇后也和臣妾一样 欣赏梅花孤姐之子 皇上觉得重新回宫的甄嬛真是善解人意 不仅不在意以前自己把她当替身的事 而且还能大大方方的夸纯缘 因此皇上毫不顾忌的 把甄嬛和纯缘放在一块讨论 而一旁的皇后却察觉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甄嬛果然不爱皇上了 毕竟皇后明晃晃的说甄嬛是体身 甄嬛都不在意了 甄嬛还会在意皇帝到底当他是谁吗 也就是这时皇后才真正确定 甄嬛不爱皇上 于是皇后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位置 开始在事业上与甄嬛较量 这也是为什么皇后能在甄嬛搜集她的罪证 皇上亲自问她纯缘之死的时候 皇后会反问皇上 你以为西贵妃真的爱你吗 就像皇后说凡是深爱丈夫的女子 有谁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 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 皇后是这样 宫中大多数女人也是这样 因为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 所以皇后看到后期甄嬛又送孩子又送老公的 就连自己被当众谈论 被当做替身都不在乎 这样的甄嬛到底爱不爱皇上 其实不用皇后说 皇上心里也该有数了 因此皇后的种种试探 也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是真的罢了 毕竟爱这种东西 从眼神里就能看到 甄嬛传中 一修陪皇上经历朝堂更迭 从侧附近变成皇后却还是得不到皇上的爱 这究竟是帝王薄良还是皇后自己作死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 皇上为什么不爱皇后 第一点 帝王无情 嫌弃皇后人老朱皇 锦丘曾说过 皇后在王府时与皇上恩爱无比 后来因纯元的出现 导致皇上偏爱纯元 纯元死后 皇上又迷恋上性子刚烈的华妃 在王府时 皇上身边的女人就不少 更别说成为一代帝王之后 又迎来三年选秀 在这批秀女中 前有端庄贤惠的是梅庄 后有长着纯元同款脸 善解人意的甄嬛 中间还夹在着拥有纯元同款嗓音的安玲蓉 以及魔人的复查贵人和小吃货 纯常在 这些如花儿一般娇艳明亮的女子陆续进宫 皇上又得安排着梅庄学习管家 又得冒着雨跑去御花园赴约 哪还有时间去顾及人老朱皇的皇后呢 第二点 皇后不断的消耗纯元这张王牌 要问皇后和皇上唯一的话题是什么 纯元 因为纯元死前 拜托皇上一定要好好待皇后 所以皇后打压嫔妃残害皇寺这件事 不仅太后为了维护家族荣耀 帮皇后向后 就连皇上都为了遵从纯元的遗嘱 选择争议之言 闭义之言 可皇后吃到纯元这张王牌的甜头之后 越发不可收拾 凡是想害谁了或者是出事了都拿出这张王牌 皇上 若是姐姐在的话 他一定会相信 臣妾是清白的 如果说之前皇上还念着纯元的情分 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皇后 那么此时的纯元这张牌已经被皇后套尽了 有事就提姐姐 这招对皇上再也不管用了 第三点 皇后不断的挑战皇上的底线 纵观全剧 皇后和皇上的两场饭局 剧中皇后第一次和皇上一起吃饭之前 华妃和皇后都在等着皇上去用晚膳 此时皇上独宠华妃 按惯例 皇上会去华妃那 但因张婷玉禁言说 要提防年更瑶 鞠躬自傲 皇上一改往常 去了皇后的景仁宫 这原本是一场老夫老妻难得的烛光晚餐 结果皇后偏要作死 非要借着吃饭的事 而提醒皇上不要偏爱华妃 皇上一听 心里立马不痛快了 我是来吃饭的 还是来听你教导的 你是我老婆 还是我老娘 皇上在前朝听那些大臣的敬言 已经够烦了 这会儿想来皇后这消停消停 却没想到皇后和那个脸上长括号的一样烦 于是皇上一生气 手绢儿一甩走了 后来历经五十七级 皇上再一次和皇后吃饭 吃饭前皇上藏在甄嬛那儿说起 宫中谣言四起 说甄嬛腹中的胎儿有益 甄嬛故意表现出一副善解仁义的样子 不仅劝皇上不要放在心上 而且还劝皇上十五月圆 得去陪皇后吃饭 皇上瞧着甄嬛体贴的模样 去了景仁宫 本来皇上和皇后吃得高高兴兴 结果皇后又借着饭菜 说到甄嬛的身孕 宫中人人说 细飞的龙胎跟别人不一样 肚子略微大了一些 皇寺一事略微谨慎一些 也是应该的 很明显皇后要借流盈 让皇上起疑心 但甄嬛预判了皇后的发言 早早就劝过皇上了 不用去理会那些流盈 这会儿皇后又拿这事说嘴 怪不得皇上心里又不痛快 再次被气走了 除此之外 皇上仗毙了自己的孩子当晚 安玲蓉在床上痛得直冒汗 皇上坐在榻上 垂着脑袋像个犯错的孩子 甄嬛和静飞收到消息 看到了安玲蓉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安慰皇上 可咱听一旁的皇后是怎么说的 太医不是一直说她胎像稳固吗 即便是 就算皇上宠爱梨妃 也应该克制自己 朕也知道 可是朕 美美与李妃独自相处 总是情不自禁 虽然有着上帝视角的咱们知道 皇后是急于掩盖 安玲蓉腹中胎儿一样 但是在场的人不知道呀 皇后当场指责皇上的不是 这难道皇上不要面子的吗 第四点 皇后野心太大 八手伸到了前朝 如果说皇上嫌弃皇后又老又没情绪 总爱摆出一副我都是为你好的样子 才导致皇上不爱皇后的 那么当皇后不安于现状把手伸到前朝时 皇上已经对她厌恶至极 至于你皇额娘 朕为何要捐尽她 不单单是为了西贵妃负重之子 这些日子 你皇额娘奔走千千 只盼你成为太子呢 毕竟皇上经历九子夺底 她害怕所有人都盯着她的皇位谋害她 她更怕自己的枕边人也在算计她 所以当皇后为了帮三阿哥铺平道路 在前朝奔走千线 又掉进甄嬛社的圈套 引出纯元之死时 皇上已经下定决心除了皇后 要不是有太后的遗址 不准皇上废后 皇上和皇后就不仅是死生不复相见 这么简单了 皇上 皇上 皇上